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布林肯週末就要防北京 美京這樣說 首次 這些照片明顯會讓中共垂胸頓足 烏戰敗會怎樣? 澤倫斯基 美只剩崩潰 二選擇 民調 美國持保守觀點人數 創十年來新高 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16日 星期五 亞洲時間星期六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布林肯週末就要防北京 美京這樣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本週末即將訪問中國大陸 但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卻說 華府不指望他此行獲得任何突破 蘇利文甚至直言 對美國來說 更重要的外交活動將是印度總理莫迪下週訪問華府 據路透社16日報導 蘇利文正在東京與日 韓和菲律賓國安顧問會面 而他在簡報中說 布林肯訪北京期間 將說明美國設法管控中美間緊張的積極外交政策 布林肯將於6月18日到19日訪問北京 而莫迪將在6月22日訪問華府 消息人士說 他可能見到習近平 自從拜登2021年1月入住白宮以來 布林肯將是訪問北京最高層的美國官員 事實上 布林肯週二晚在與中共外交部長秦剛通話時 氣氛相當緊張 無論如何 布林肯此行 預料將為拜登和習近平今年稍後會面暴露 以示中美並未放棄外交對話 烏戰敗會怎樣? 澤倫斯基 美只剩崩潰二選擇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15日表示 如果他的國家輸給俄羅斯 最終可能會迫使美國在北約崩潰或走向戰爭之間作出選擇 美國國會刪報報導 澤倫斯基接手NBC新聞獨家訪問時表示 如果俄羅斯佔領烏克蘭 俄羅斯將繼續走向波羅的海國家 波蘭等等 他們將跟北約國家之一開戰 而在這一刻 美國將不得不選擇北約崩潰或走向戰爭 阿沙尼亞 拉圖維亞與立陶宛等波羅的海國家及波蘭都是北約成員國 根據北約的集體防禦原則 攻打任何成員國都被認為針對他們全體的攻擊 澤倫斯基帶到了牽連到北約的可能性 是要回應記者 提到美國共和黨一些政治人物 認為美方需要限制烏克蘭戰爭開支的觀點 澤倫斯基指出 有任何候選人或參議員覺得美國支持烏克蘭的代價太高 他是否準備好去打仗 作戰 派出他們的孩子 他們準備好赴死了嗎 因為不管怎樣 如果北約參與了 他們將不得不這麼做 他還說 這不是烏克蘭對抗俄羅斯 俄羅斯正在跟文明世界作戰 首次 這些照片明顯讓中共垂胸頓足 傑克總統帕威爾14日在布拉格智庫 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 安全會議開場演講提及 中共已收購各國基礎建設 增加對中國的依賴 這樣的發展相當危險 傑克不願看到國際秩序 受中共的經濟 軍事力量影響 歐盟 北約及其他國家有必要團結和反制 帕威爾還說 臺灣有民主規則 曾經的香港也一樣 可是現在已被慢慢瓦解 世界應該繼續全力支持保衛臺灣的民主自由 帕威爾演講時 二度訪問傑克的臺灣外交部長吳釗燮就坐在第一排 臺灣在歐洲僅與校庭有正式邦交 這是歐洲非邦交國家領袖 首次與臺灣外長同臺 主辦單位和臺灣外交部都在推特發布兩人同框的照片 吳釗燮緊接著以一個戰區 一個世界 一個願景為題發表演說 針對威權主義擴張對民主陣營的威脅 呼籲民主國家團結支持臺灣 感謝傑克在歐洲帶頭支持臺灣 吳釗燮指出 北京提出所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以牽制人民言論 信仰及選舉自由的方式延續共產黨統治 摧毀意義者 香港經驗更說明一國兩制不可行 臺灣更堅定選擇自由與民主 中國與臺灣共享文化根源 臺灣對中國人民並無敵意 只盼有朝一日 臺灣人民享有的自由也能在中國實現 前臺灣駐傑克代表汪仲一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也說 吳部長在會場予以當選總統的帕威爾同框 自由其特殊意義 卻是一種外交突破 現在傑克總統 總理 外交部長 俱為前哈威爾總統的信徒 堅持民主 他們的理念與臺灣相近 極為挺臺 以現在傑克有臺的狀況 我們可以期待尋求更高層的外交突破 民調 美國持保守觀點人數 創十年來新高 英文大紀元根據民調機構蓋洛普最新的價值觀和信仰調查報導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在社會和經濟問題上持非常保守或保守的觀點 達到201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場調查的時間是從5月1日至5月24日 最新調查結果顯示 38%的美國人認為自己在社會問題上非常保守或保守 而2022年和2021年的這一比例 分別為33%和30% 相反 在社會問題上 認為自己是自由派或非常自由派的人數比例 則從前兩年的34%下降到29% 其餘31%的受訪者稱自己為溫和派 溫和派這一數字一直保持相對穩定 這些激增的持保守觀點的人數 遍及各種政治和人口群體 但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現象在共和黨人的增幅最大 74%的共和黨人持社會保守觀點 而2021年這一比例為60% 獨立人士持保守觀點的比例從24%上升到29% 而民主黨人沒有變化 只有10% 自2021年以來 中年人 尤其是30至64歲的中年人 持保守觀點的人數乘兩位數增長 相比之下 美國老年人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保持穩定 但在年輕人中 持保守觀點的人數略有增加 民意調查發現 79%的共和黨人認為在經濟上是保守的 相比之下 48%的民主黨人認為在經濟上是自由的 更多的獨立人士傾向於經濟保守主義 而不是自由主義 大約一半的人稱自己在經濟問題上是溫和的 當被問及政治觀點 而不涉及社會或經濟問題時 40%的美國人稱自己為保守派 31%為溫和派 26%為自由派 此調查揭示的美國社會保守主義的興起 與當前圍繞各種有爭議問題的全國辯論一致 變性人權利 墮胎和其他有爭議的問題日益突出 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贊同保守的社會立法 尤其是在共和黨佔主導地位的州 最近 一些州對墮胎實施了更嚴格的限制 同時也限制跨性別青年參與體育項目 以及限制跨性別醫療保健項目等 今天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感謝阿波羅網 感谢观看